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是柳道华老师的关门弟子 河南队去年整个打得也非常不错 在历史上应该说也是打得比较好一次 但是也非常遗憾 最后由于竞争太激烈了 强队如临 其实厦门队下也很好 厦门也是一度联赛是处于第一位领先的位置 然后河南队也是一度是向甲领先 厦门和河南交替领先 在中段 但是最终也都是未能杀入前六名 就最后的一个几轮骑的阶段 这个前六的争夺竞争太激烈 红方采用的是飞向局 黑方的骑马局 红方又拱三兵 黑方拱三足 然后红方在马二进三 黑方在马三进四 对 马三进四 应该说黑方这种布局的格道还是比较积极 对 这个旗也是最早是由河北的严不兴老师走出来 是 他在九年代初 八二年代末就应用于实战了 那么时隔二三十年了 仍然是非常具有魅力的 对 黑方这种走法就是说的 暂时自己的阵型不定 并且呢 应该说也是非常飘逸的 红方不是 黑方又炮八瓶四 对 炮八瓶四 平炮呢 就主要是想这个 鼓鼓阵型了 阵型就要定型了 是 除此以外也有炮八瓶五的 就直接就环中炮了 对 炮八瓶五呢 是对这个中路呢 有一定的威胁 也是可以的 炮八瓶四 然后红方走马八进九 红方跳边马 红方因为感觉跳正马呢 被黑方将来炮二瓶三 这个七路线呢 有点压力大 所以他直接边马定型 黑方走马八进七 这个地方倒有个先手 对 正好有个打马 但是黑方呢 也可以退回来 暂时也不怕 是 红方呢 这个时候就选择了一个 G1平2 就这个旗啊 是比较细致的一个 阵机站 对 双方呢 暂时呢 子力都没有过河 在自己的阵地里边呢 调兵潜将 最主要是这个局面啊 就是怎么把控啊 对 那这旗 黑方是不是也可以 G9平八就亮 嗯 是啊 初居 他可能拍的时候 拔二瓶四封锁 或者他走 炮二瓶三 你灯掉他再炮八瓶四 有这种可能啊 对 或者炮二瓶四实惠一点 总之呢 就是说这个旗呢 就是特点呢 看上去啊 没有必须要走的旗 对 就是走什么似乎都可以 呃 黑方呢 选择了一个直接反击 他走炮二瓶四 对 他就是不愿意给你一个 炮八瓶三打马的机会 嗯 那这儿呢 就是说对红方的中兵呢 还是有一点的威胁 对 他 但他这个炮二瓶四 是不是也有点冒进 因为你 你现在如果下一步 如果你马次进入冬冬冰的话 他还可以冰淇淋衣 就其实这样 因为这个当时啊 啊 这盘棋呢 是就是厦门和河南队呢 是在这个常规赛 二十三 二十四轮击战 对 二十三轮棋呢 他们是打成了平局 嗯 四盘棋都合了 对 双方也是激烈对共 嗯 第二十四轮棋呢 这个 这是最后一盘棋 前三盘棋呢 都下了平局 对 前三盘棋 当时的形势呢 是河南队呢 是排在五六位的位置 广东队呢 是处于这个第七位的位置 对 厦门队呢 是处于第八的位置 哦 那三个队都在拼着这个 对 前六位的这个 进入前六希望最小的 基本是厦门 但是厦门如果连胜 啊 也 倒有一线希望 当然就是看广东队 不胜的情况下 嗯 那当然说厦门队 等于就是说的 进局的 进入前六门的机会 就比较小 那么核战队希望 还是比较大的 是 他如果战胜这盘棋呢 战胜厦门队的话呢 他接下来对杭州队 还有一个对冲啊 当然最后的结果 大家也知道了 最后杭州队呢 表现得更加神勇 那么河南队呢 又是获得了一个第七 这是河南队呢 历史上呢 第二次与前六名呢 擦肩而过 对 真是满遗憾 而屈居第七 因为这个河南队啊 现在 形阳市政府 还有这个天伦集团 也就是在我们那个 楚河汉界 这个当年这个历史 楚汉相争的这个 地点 就在这个河南行阳 洪沟 对 在河南行阳的这个广武镇 这个俗称的就是洪沟 这个那个地方呢 去年呢 我们也去了 因为说 也举办了那个世界情报 对 对当地呢 这个也是一个旅游景点啊 还有文化意境的这么一种开发 对 因为说当地政府和企业呢 也都投入了比较大的这个精力 所以河南队呢 您说未来还是很有希望的 尽管这一次呢 又是很遗憾的 没有进入前流 但是将来还是很有机会的 对 当然也进一步证明了 这个现在的比赛啊 争夺非常的激烈 那么洪峰呢 就是根据你这个冒进的这个原理吧 就是洪峰也可以就是让你 逼你进来 就是先跑人算 逼你 逼你进招啊 那我马四进五灯中兵你就 对这时候可能有兵心 对 这样呢 洪峰这个渡兵啊 对 你灯我 我打过来 你滚这个 我冲这个边 那黑方这个少飞力不像 这个轻的马有问题 这个骑洪峰还是便宜点 当然黑方可能相对来讲 要马四进三更美一点 对 马四进三 马四进三更美一点 那是不是泡来平七 嗯 这个马 再泡一进一步 洪峰再出局 这个骑感觉洪峰还是便宜点 对 洪峰出局 黑方也出局 洪峰有这么一个再推炮再打 哦 连续的手段 嗯 这个你马三队四呢 它就有一个 底向还丢着呢 炮打底向上去 嗯 你支持它 炮击退 它炮回来了 它打 打一个像就跑了 对 你炮的平三呢 它就可以给你换了 换掉以后 它将来 再平这个 再摆着 深入一点吧 嗯 洪峰呢 再把这个弓打掉 这个骑的结果呢 尽管黑方呢 也 这个物质上呢 没有任何的损失 但是这个 相比较啊 嗯 黑方这个骑就有点难下 按照局炮被拉住 对 这个子力啊 互相的 互相的 有一点这个 受牵 对 七路马呢 还受制 你飞向它 包机架又打了一下 是 你不飞向它 将来进局 也可以攻马 所以这个骑 洪峰最 厉害的是这个攻马 就是直接 炮击退 对 当然这个骑 我们也是 事后呢 通过研究 对 啊 林场呢 这个高难度 还是比较细微的 这个走法 系数比较高 嗯 所以说这个 就是这个 炮二进四 这种林场要走出来呢 确实啊 得需要这个 非凡的水平 和这个 敏锐的洞察力啊 嗯 实战当中呢 红方就 他直接又炮二进七 这个是自然的反应 对 那黑方出局 鞠一瓶二 红方再出局 事而双方呢 形成了互相牵制 嗯 然后黑方是具有禁一 嗯 他这么长去 这个时候红方呢 还是决定炮二进三 来攻这个 黑方的这个合同马 对 因为 左翼呢 受风 对这一代呢 又打不开 是 平方只好在右翼呢 做文章 如果你平炮 对方飞个三项 嗯 这儿你也攻不动 就要进五走不上了 那就 你走到足迹 这儿他把这个 七路马也盘活 对 下半期他可以双鞠连让 嗯 双鞠连让以后 这个阵型就比较工整了 对 这些工方这个时候 浸泡呢 也是一个对黑方有比较多的考验 嗯 但党匪呢 应该说临危不惧吧 他分析这个棋呢 他选择居九平六 对 就让你过冰 嗯 这般棋呢 双方啊 从布局就是一个互相较量啊 阵型的这么一种对比 到中局呢 双方就是从小规模的小打小闹 逐步演化为这个直接的这个正面的交方 对 这个 现在战斗就开始了 是 红方杜三兵 黑方一直都满次退伍回来 对 黑方 防御当中呢 运藏反击 对 红方在 这三兵也只能拱了 你不拱 他就拱你啊 对 他就交换了 交换马五星七 黑方呢 就是比较灵活 通过这个马的调整啊 来解开了红方这个威胁 然后红方再平炮 再打 然后再向三进五 这样飞一步 红方呢 再继续 右拘极近啊 你看红方这个招法都是很连贯的 对 像也不能飞炮 飞炮就吃马吃霜 对 你还得推中马 这个丢向了 对 他只能拱头进一看上 但是黑方通过这个宝以后呢 也可以说呢 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交换 黑方肯定又是满意的 或者红方这八路区被封 交换黑方反先了 对 黑方的阵型呢 要比红方的位置呢 高一些 就是这个变成了封锁 对 交换完以后 这个炮打过来 将来可以拱二戒 是什么的 是 这个黑方可以持有这个略优的局面 并且这个马炮的配置也很好 描着红方的三种线 所以红方不肯对 他走了 他走了 三圈二 对 他为了保证将来有一些利用这些手段 那黑方呢 他就马七斤六了 对 他当时就直接跳马了 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个地方总是要找一看 对 他跳马 但这里边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就说红方有什么拱七兵 还有拱中兵 这些都比较精细 对 冲中兵他就得拍一箱二 然后你可能这时候再打箱 那他再吃掉 对 然后你马上进去等一会 这儿呢 对 会有一个 比实战相比呢 会有一个微妙的差别 对 当然呢 我们作为广大观众朋友呢 主要是看这个门道 看这个热道 是 我们不用呢 分析的特别的精细 我们就看这个过程的区别 就是说 冰武器他泡出现在以后呢 这个炮步比较中兵了 对 所以红方这个中路的威胁呢 红方会 但是黑帮这个 好了很多 他实战当中呢 就是这个中炮 后来形成了这个心腹大化 但是炮出这样以后 红方这八路鞠的也是首风 以后人家有鞠二进七的做法 对 这个地方呢 倒是不是胜负的关键 红方就 马上就打一个象 红方想要借机吃个象 但是他吃一个象 到底便不便宜呢 我们再往下看 黑方呢 就接受 黑方也接受 接受这个队子 再吃 黑方再炮四平五 对 炮四平五是一步好期 当时看这儿我想着 随手就赶紧吃四平五补一手 但补一手呢 人家随便吃个象什么都很好 他走完炮四平五 这个走法很积极 这儿呢就是等于啊 黑方虽然丢了一个象 但是呢 这个两个炮啊 连接起来了 然后对红方这个阵型呢 会有很大的压力 对 所以说临场 这个旗对于红方来讲 就非常考验了 他又走了一个鞠 三退一 感觉吗 吃这个 对 因为他吃了一项 怕对方打中兵 这个铁帽子戴上 是啊 这个旗 那黑方就强行 把这个中兵打掉了 那这个旗走到这儿呢 这个中族到底敢不敢吃呢 吃完以后 这个旗怎么去发展呢 这个临场当中啊 红方呢就没有处理好 是 怕了这个形势呢 就急准直下了 好 那到底这个旗 红方该不该吃这中兵 之后又怎么去下呢 稍后呢 我们继续被大家讲解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回来 我们继续讲这个对局 实战当中呢 这个旗啊 红方呢 就是走软了 这个旗啊 对 他 他没有敢吃这个中族 其实这个旗走到这儿啊 也必须先把中族吃掉再说了 但是你现在吃中族 姜 肯定人家吃漏镜 对 这个不能吃 下部马上出姜 这个不能吃这个炮啊 吃炮不行 人家一打下部 降五平六十一个绝杀 对 但是这个旗呢 冲这个冰呢 也不行 冲冰感觉很危险 冲这个冰呢 对方炮武器 这个中炮很铁 对 你再打出去 人又出降 然后这个旗就爆控制了 对 他 他跳马 他正好再炮武器 对 这个灯 你看起来是先手 但是他 这个炮还是有机相连 对 你七路马就正好动不了 等于当个炮架子 下部机他就降五平六了 那这个旗红的就得弃居了 弃居这个旗 很明显 这个旗之亏啊 对方剩双居炮 这肯定是不行 对 但是红方走到这儿呢 恰好呢 有一个这个 这个解围的手段 对 就是这个局面下 这个先用轰 冲 对 他退一步 让他居于看着炮的情况下 别用冰拢 这个用炮打 对 下部准备 狙八进三吃炮嘛 这有个闷弓的手段 对 砍炮 那黑方也只能出降 对 他得先出来 出降黑方再炮 杀齐 七平四 这是比较巧的一个手段 用炮去阻挡 对 正好居还有将军的旗 还有这个反击 这个旗呢 红方呢 可以说基本上利于不败 就如果红方走出这个旗来 这个旗对 就是红方还是比较 但红方也有不少考验 就是他觉得 对一吃 你还得吃回来 然后他可能居二间二 因为居二间二先长起来 直接摆炮我不行 摆炮我白吃 白吃了 居八路居有根 正好红方就得上马 对 你现在你也不能躲居 躲居就泡二平五 对 躲居就泡二平五 这样 你要是回向他过居 都来不及 是 这个跳马 这都是关子 必须首先拦住他这个 泡二平 对 居二平八的话 再居五平三 你现在不能回向 回向他 再打兵 这个速度快 拦不住了 先平居 对 这样子 这好像还是能守住的 这其实对方可能要僵鱼 对 僵就电鱼 对 换掉再打边兵 因为你先打边兵的话 他杀一僵鱼退回底线了 对 你在摆中炮 他将来必要说还会退马灯 然后去八进三再长起来 这样你中炮这个没有插旗 对 中炮的价值就没那么高 那么黑方还有危险 黑方必须要先僵 你如果推向他打兵了 这个棋 红方 坏了 是 他有下底炮和摆中炮 两个杀手 对 红方这个吃个像也没用 对 主要八路就用不上 你就得先电鱼了 电鱼他对了 吃了 然后他再把兵打了 这个是一个互有故技的残局 对 他还得马七推六回来 马七推六 我觉得是不是要支个市 对 消耽一点 送个市什么也可以 对 送市也可以 这个棋也没关系 因为吃一个是影响不大 对 你吃我这个 我可以点击过 张老师这棋到底谁好 是不是玩 黑的是不是也有危险 黑的少个像 这个棋基本上均是 是 就说的 双方各有优缺点 但这棋红方如果现在守住了 但这个七路并还是挺大 对 这棋基本上会有顾忌 双方还要根据自己的能力 功力 再去继续运死 看来就这一段真的是很精巧 双方都得步步都是关子 对 这个棋其实就是很难去看 这尤其是时间紧张的情况下 所以黑方这个炮武器四走得很果断 对 他实战的他是走了一个冰 七级 对 他没有敢吃中兵 他走过足迹 对 这也可以理解 他这个居住保在这什么意思 你要知识 我不是用居住进去 先砍你一个像吗 对 我可以在居住进去退回来 但是这儿黑方就不给他吃中足的机会了 对 他就把中边冲下 对 最主要这个棋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 这个中炮永远起不动 对 这个中炮变成了一个铁帽 对 现在变成了黑方是双居双炮 而且有中炮这个组合 对 这个中炮的这个威力呢 还是非常大的 对 在这盆棋当中呢 得到了一个比较这个现实的这种体验 对 他冰激行吃掉 他居六平八 刷旗 九刷 对 他摔五平四 非常出来 可能还直接退居是不是稍好一点 但是好像也 他也有 也可以居二进 形式上感觉是黑方更主动一些 黑方的子力位置高一些 最主要的特点呢 就是红方这个 左翼的这个鞠把炮啊 不能够完全那个投入战斗 对 或者说他动作慢 是 黑方呢 这个中炮呢 先兴夺人 实战红方 出帅 对 然后黑方是走得很积极 居二进 他还得居三退七 居三退六回来 因为这个今天 他不管手累 手累他怕将来他对居 而且底下 江还得上二楼啊 对 这个底线啊 还有七 对 他只能退居防守 被迫呢 再回居 这儿整体上来看呢 黑方呢 这个速度就加速了 所以说红方初帅 又是一个坏期 就是初帅以后呢 这个老帅在外边 以后还得 反而是 多了这个顾忌 对 这时候黑方选择的是 居二平四 他稳健点也可以飞个像 嗯 实战是走的 居二平四 居二平四也很厉害啊 因为这种快骑啊 这个直军叫杀 这大家应该能看出啊 有一个居杀底势的一个气 看你试啊 这气码是三招的手段 看你试 然后迎面拍将 这个直农进来了 炮击退一 对 他走了一个炮击退一 因为他刚出来 他感觉再进来呢 不好意思 这冰是之前摆的 就是辣椒 对 红方 对 炮击退一 这时候他就泡二瓶酒 就直接把冰打掉 但稳点也可以居四进一样 黑方 红方这个八度居是不是 也会被封锁 红方这个所有的大子呢 不好出去 是 这个卡的这个也很难受 对 就是说白了吧 这个旗黑方呢 有好多好旗可以走 是 把事项圆正了 这个适当的时候 这个调整一下子力位置 对 红方 这个权限出于防守 实际上他就是吓得也挺狠的 他就直接先吃个冰 然后他平冰 这准备是一个将军的起 然后黑方很稳健 先补了一首相 这个事也是必要的 对 不然的话 抵炮一将 这个 就将来又抵炮江 这个不太安定 然后红方这时候走了一个 居八进六 还是应该把中兵吃了算 对 他吃中兵 他可能吃中兵也是怕 他这个居心进三 下部准备有炮五进二 打中式的这个手段 对 挺厉害的 就打中式你不太好解 打中式你可能是不是 现在还得居八进一 这个有没有一些 什么偷袭的手段 居八进一 然后那些炮九进二 先把居给看住 以后随时有这个 炮五进二的气 这个气就是说 黑方在这里呢 这双拧双炮啊 对 有很多这个手段 大家通过这个对局呢 可以对这个双拧双炮的 这种杀招呢 这种组合呢 有多一些的感受 对 就知道这期 我开始看 红方白吃个像 还以为是红方 这个确立优势了 但是黑方这个中炮的威力 这个太厉害了 对 就这个期 我们以后学习 一定要注意 这个双拧双炮的威力太大 所以他当时 也没敢吃中足 他就走了一个居八进六 他想 对 他想赶紧去战类这种方式 但黑方就是不给你的机会 江颖军 你进朔以后 他居四进三再卡 他以后随时有炮五进二打中式 还有居六瓶四这种杀棋 对这个棋呢 作为红方来讲 就比较危险 对 第一个黑方的双拧双炮 位置太好 现在还有居六瓶四 以后能吃白吃俩式的气味 这儿他居三进三行吗 居三进三 桌双的话 他可能有个居六瓶八 他这个棋下得很巧 现在是个杀棋 这招棋也挺厉害 对 你出出来 他还是炮五进三打 你要是居三瓶五吃的话 他一将下底泡 对 一将居四瓶九杀棋 那居三桌不上的话 这个棋红方就 对 但这个变化也能走上 你走这个他只能粘类 然后一将 一垫 然后走这个一卷二 然后这个棋 他还有没有机会能合呢 他正好把兵吃回来 这个棋还可以 这个棋还不见得输 红方有机会求和 就是他正好把兵吃回来 然后他再居五平一 对 那这样 那他再交换 这个棋半棋 快棋不一定好赢 应该不太好赢 对 因为你这个缺相 对 你缺相 我现在吃着你这个兵的 你要防守我 马九进七是些种 对 就这棋红的应该这么走 应该这么走 这棋输不了 我当时以为这么走也不行 我就说也特意还问问您 这个以为一招二 这个黑方有两招 但他少个像 这棋黑方临场的难度 要非常难掌握 对 那这个棋我感觉就得 聚三进三 你的感觉是对的 就是这样子的棋 就唯一一个机会 就是聚三进三有个捉双 就这个时候 但是这招棋也比较厉害 他正好有一个让拘 对 这里他正好有一个 一拘二强行的交换 就是红方这个棋 就是给我的感觉 就是红方要必须要 要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了 不能再动作太慢了 他没走出去三进三 他就赶紧防守了 他还是希望我能 看你能用反击的手段 这个棋你看 他对方这些手段太厉害了 他杀棋 大家看 现在要拘四进砍死 你不能初摔 初摔 他这个打 也很厉害 记住 这种残局 它有一个爆破的手段 对 就是一个炮和俩事 这两个区他灵活 你知是他区的苹果 上下是伤 是 你炮打 他也是杀死了 对 所以这个棋 一定要注意这种手段 所以红方这个炮鸡冰巴 它是有这个作用的 他是不敢初摔 他准备泡八退一 他用退炮来防守 正好人这个再平 还是一个杀棋 这两招棋太厉害了 为什么呢 因为红方拘三进三 他又来这个杀了 这个大刀弯心 对 所以说 只能来不及 连续这个杀手 这个党匪确实呢 应该说 拘双炮运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 让红方呢 这个疲于奔命 他只能率五平四 然后再把顶像一吃 对 他准备又准备炮五金二打尸 对 红方这步走的还算顽强 他走了一个拘三进七 就是你打尸的话 我吃你中相 也是有偷杀的机会 那还不一定 对 我杀中是 杀中像拘八平四 是连续的动作 对 反而是有个反杀的机会 所以黑方挺稳健 走一个足五级一 足五级一是对的 下步以后 随时可以吃中式 这个棋 红方实战走兵六平五 这是败招 对 应该走拘八平九 但好像也 那炮九平六一走 以后慢慢下 也是难度很大 对 这个棋肯定是黑方占约了 对 但是拘八平九尚可周旋 是 上层周旋 我们来看看实战吧 他平农兵 对方一平足 你再平农 他就打势保着中相了 对 这个棋 红方实在没办法了 对 他只能退居 因为拦不住了 来去现居 对方走得也很凶狠 对 这一段黑方下得非常好 很劳烈 就把这个 红方的这个视相都摧毁 对 这时候再捉霜 对方正好是一个浸泡 打马 这个打马换了以后 你也杀不过 红方又去黑高相 黑方就强行吃掉 对 这二呢 你吃炮 吃足只能够选一件 对 他再拘二 这二就行 双方都是拘炮足 但是黑方呢 主要是多视相 位置也好 所以这个棋红方呢 已经守不住了 这样红方很难防守 最后的结果是一将 上将 给大家摆一摆 平居 他平兵 黑方是先补一手 这个地方就是 红方已经走不好了 对 因为这一将 就是要三楼了 他这么走的 这将了几军 他把这睡一打 这是一个 非常严厉的手段 对 这个等于给红方呢 这个位置要造得很难受 红方一打将 将四五进六 八五平八一将 再十六进五 八五平七 然后黑方 这个就不理了 鞠座花心 鞠一将 落势 炮八进二 一上将 对 点一将 上三楼 这儿红方就不下了 对 下不及黑方 足迹平六 这绝杀 没解 等不住了 或者拔高居也行 对 你要是退居首 我就足迹平六 是 这个棋呢 最终呢 是黑方取得 黑方主要 推出已经 攻守拳位 对 黑方呢 获胜 也是让这个河南队 取得胜利 好 这番棋 双方呢 下的也是 非常的激烈 对 其中这个对攻啊 这些手段呢 也希望能给大家呢 带来一些启发 那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这样了 朋友们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 再见